对吧 匯分两个字路 那么 这个是总的 这个字路是做一种总的过来 过来以后呢 做到这边来 做到这儿 做到这儿以后呢 通过这儿 这样回去 然后这样 这样回来 这边是一个回路 这样过来 中间呢 开始有方向远面 然后这个地方 中屏的这个地方呢 我作为一个坑坑 这样做过来 这边呢 我作为一个坑坑 这样做过来 这样做的话 发生这个系统可能就比较好 那么 我们现在说一下 起点是在这儿 对吧 从这个地方开始 从整张图上咱们宏观的看这个问题 过来以后呢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需要绕一下的 这个地方有个门 这样绕一下 绕过来以后就发现 这样过来了 过来以后 我这是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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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 这一块肯定是一层式的,这个地方从中是一层式的 这个地方如果两个管回来,一公里回两个管 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做一个小的同层式,这个地方我做一个同层式 然后整个这个我再做一个同层式,就是说这是同层式中的一个分支 它是一个同层式,然后我这个地方总的再做一个同层式 做完这个同层式以后,我这个口都在这儿,回水就这样回来了 然后回到这儿,这是第一路,第二路是从这儿开始的 这个里面的中层这个工序,然后我这儿 最后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回水,就等于要一圈回来 也不增加管达的长度,其实没有增加管达的长度 但是呢,总是这样回来了,还是一个同层式 做两个同层式,这个呢,是这样的 在这儿呢,这个地方开始起点 这个地方呢,我可以做一个一层式 这个地方我可以直接做一个一层式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离这个管道总管的最近的 这个管道干管的最近的,它是最有利的 而且它带的都是什么呢?它带的都是风机盘管 它带的都是风机盘管 它带的都是风机盘管 后面那个呢,有的会带的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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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装箱啊,比较 而且整个的路程呢,比较长 对吧?整个路程比较长 对吧?整个路程比较长 所以它的话,我做一个一层式 这个做一个一层式就可以了 它的功能那时候比较大嘛 它的水流量可能会超嘛 然后这个做一个一层式 做平衡法 打住在那个平衡 回纸板上做平衡法 流量调节它 然后做一层式 这个做完一层式以后 这个呢,我就做那个 同层式这样做完了 然后这个呢,我做了一个同层式 从这边这样过来 这个是局部的一个同层式 这样呢,我做一个单独的一层式 单独做一个一层式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个图地的面积就这么大一点 这段管道 一层和同层没有关系 其实主要的图平衡就是这一块 对吧? 图平衡在这一块 那么,这段小段的话 也就几十米到二 没有问题,所以就可以做到 这个管道整体的图局 我们可以这样做 现在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 这个是可以的 你看,这个过来 这个过来 这个我没有讲 现在还是这么做 我还会这么做 那么这个 刚刚过来以后到这儿 你看 这个呢,我的都是同层式 这个呢,你看它也是 这样过来的 这样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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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看到了吧 这个正好就是同层式 这就是同层式 这个也没有问题,对吧? 那么下面这一个 这是一个同层式 对吧? 这是一个同层式 对吧? 这是一个同层式 哦,不不不不,这儿也是同层式 你看,这样过来的 这个帐国 这个帐国 他就是同层式 是这样的 对吧? 然后回去,回去 这样回 他也做了一个同层式 对吧? 他就让人家想同层式 咱们不看这个管 这个管是文学管 这个管不看 这个管也是一个层层的层,它从这边的层层过来 之所以这个管是这么抖过的,那么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这边这么抖 但是这么抖的话,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它在上边,这样更顺一些 另一个呢,拐两个小还不如说你借着过来,管子转 这个管子可能更短一些,这样过来拖过来 而且它要在这一块,对吧,它要在这一块 这一块的话,这个层层层的主要层层 它先走这个,走过来以后这个管子就会细,能细一些 这样的话更好一些,更有力一些吧 这样过来 对吧,做到这儿 这个呢,就这样,拖过来 这个过来以后,大家看一下这边这楼,这个就有点问题了 这个是有的问题了 这个当时是怎么着呢 其实就是 还是有点儿偏貌起来 我当时想法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这边都做了工程室以后 这边呢 你看 这个距离 下面这个要不下午再讲 下面这个要不上啊 下面这个要不上啊 一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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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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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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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感谢观看 当然,如果少的话无所谓,少的话没有关系 就是说,少的话我就开上哪个,我就开上哪个 就是说,如果要是很多、很频繁的这种商铺 这种商铺里面都是这种的话 那么就一定能遇免的这种经常发行 这样,遇免这个经常发行 另外,你看这种,就比如这个图珍藏 现在呢,其实应该怎么样呢?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流一口的 对吧,应该是一流口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就是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从那个祖干管上开一个口出来 它这个呢,你看,它是带在这边 一些餐饮的小商铺 带一些小商铺再拿出来 那么这个卓仁堂做了一个单独的 这是一个一个商铺 这是一个卓仁堂的商铺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呢? 在这上面单独的一个口引出来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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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一个口 然后这个呢 一样 这样做一个 做一个这个 这个阀呢 对 这个阀的话 这就是一个说法了 为什么这个阀放在这呢 它不放在这呢 因为以后如果要关外门的时候的话 人家在这装修整个装好了 就这边装修装好了 这地方就要整个做好了 你这个阀如果装给人家里的话 你这个阀就没有用了 然后 所以这个阀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外面上去 这个阀是归它这个福音堂里没有的 那么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留一个口 而看这个口呢 留得好像很远啊 其实 其实没有这么长啊 其实就是 很很近的一个口 这个很短的一个口 这样的话呢 从这里面直接就能接一个管阀了 这个足运藏 足运藏里面 它可以做一个通通知觉性 这个可以做一通知觉性 单独做一个一通知觉 因为它很短 做一个一通知觉 然后就可以了 做一个一通知觉 就可以了 然后包括国美呢 这种它一般来说 国美啊什么的这种的话 我们不用考虑 这一次呢 就是说明一下 这种国美啊什么的 它的那个冷量呢 肯定是它自己会去做一条 空调都是由它自己来收集的 但是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一般会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一般来说 电的容量 我们要去一下 给人家也要停一下 对吧 也要停一下这个容量 那么一平米的话 这个这个地方电 每平米的话 这个电容量 应该有一个数 我们那边呢 一般都不用专门提 因为它电起来 知道一平米 因为留一个空间一平米多少 它就有数量 因为做差事做多了 你就知道一平米的那样做 它自然就会给你留一个非常大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公布一下这个面积 你乘一个复合单位的指标 就能复合复合以后 你就能复合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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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送风的那个风量 那么你应该组合的 跟刚刚那个风机的那种态度 你就就就有了 对不对 就是大概风机那种风力就有了 然后最后把这些 样子都加出来 你可能算出来 这个地方 大概需要多大的电量 你这个地方多少有电量 就应该也有了 最后把这个电量提给电器的 如果它要要求的话 就是这样估算的电量 这样就能复合这一番 未知的 你没有做风格的 这区域的电量 是能复合出来了 这个温暖很快 就能复合出来了 同时呢 还有一点就是注意 就是说 像这种 我们看一下 你比如说 从来开始算 这个温暖的电量 是能复合出来了 就是把电量提供 叩咐 进来 请 叩咐 长度大概多少 247米 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247米 247米是什么概念 247米就是什么 长度小于 一个来为长度 半斤小于就大 肯定小于来为 这就算是一个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三个系统 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型的系统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一个中型的系统 以这说明什么 从侧面讲的就是 一次缝系统是合理的 一般那种二次缝系统的话 那就是说 我们以前做的那种 一个地下室四万平方 一个地下室四万平方 然后它里面做一个 做一个冷冻地方 然后一个过渡方 然后这种系统的话 它在冷冻地方出来以后 地上的部分呢 它都是零零星星的 它是这样的 地下室四万平方 地下室四万平方 一层就四万平方 两层就八万平方 上面以后 这地方是一个商业和娱乐 上面在电影院的一个七层的房子 然后 这地方 挨着 四个高层 每个高层都是二十层 这是二十层 四个二十层 然后 这个地方有一个 这地方有一个 波动中心 这个是五层 这个也是五层 这个也是五层 然后 下面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 这是一个广场 开始能算出一个楼 这是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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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楼 这里面就是 固形界 这都是三层 两层 这个有的 这可能就是 这都是两层 中间有人然后连着 就是三层 就是三层 两层 三层 三层 这也是 三层 三层 这就是外面的打击了 这就是朝外的 就是外面的打击了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广场 你像这种的话 你做起来就比较麻烦 就比较麻烦 这就是说 这怎么能够做 这就是二十层 肯定是二十层 对吧 这就是二十层 你这个边和这个边 它底是四万平米的层 这个是二百 这个边是 这个上面是二百 就等于这个边 这个边一边就是二百 就是四万平方 然后这个高层 它的冷冻地方 一般在什么地方 一般我们来说的话 它是在复合最集中的地方 对吧 那么这片复合的就集中 就是像很大的建筑 这一片复合的就集中 那么冷冻地方 一般都是地下室的这一旁 就这个层 然后锅炉房 一般靠在外面 大概就是这个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什么水泵房 还有什么 变贴电间 不约而用 可能都在这一旁 因为这种都是小房子 它所有的集中的东西都在这一旁 然后 很高 定家呀什么的 各方面都可能都很高 这种呢 就跟这边说低一点 对吧 那么这一片的 这一片的阳城 跟这一片的阳城 从佛罗房做过来以后 这一片跟这一片的阳城就有区别 所以肯定有差别 比如说这一片的阳城怎么又高 这一片的阳城 可能又比 相当于低一点 那么这边的阳城 跟这边和这边又不一样 那么我们有时候就把它怎么样 分成三个区 比如说分三个区 那么这个时候二十多层 那么这个地方才七层 那么 那么我们分的时候呢 定压是没有问题的 定压是没有问题的 定压是没有问题 可以用一个阵子来做阳 但是呢 我们算这个管道的阳城 我们算成一个阳城 我们算成一个阳城 我取一个阳城 然后这一片我取一个阳城 那么这一片我可以取一个阳城 这一片我再取一个阳城 当然也可能这个和这个阳城 那两片可以相线 嗯 然后那么 它和它我可以公用一组奔 然后封管 封开以后也可以 或者是我用两组奔 反正就是这样的话 就可以说什么 叫做二织奔 这就是二织奔 这个二织奔的话 就比较好一些 这样做二级楼就比较好一些 你看到这个楼的话就有红字 有的到这个地方的话就相对来说这个标准 所以的话 这样就增弹 这种都是单独做的 单独做的 然后呢 我们包括接管上的那个法门所说 所以说有一个 一定的一般的接法 把这个门通法 这种法 这都是一样的接法 大家可以就这么参考 包括这个这种组合的空格箱 组合的空格箱上有这个 温度空格的通法 然后就是 锁回锁 这样接法 这个勾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 它是一个连勾排水的 它就是连勾排水的 然后就是说怎么说呢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水吗 刚才我们画的那个里面有一个 像农水的问题 这个农水 这个农水的话 我们翻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这个高叉的话 一般是五红分 这个东西在这个接管方式呢 在那里面上有 在那个样本上 总共有 就这个农水管 这个接管 在样本上也有 大家可以去 在做这个机器的时候呢 可以翻样本 在那里面 做到这个东西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拔呀 就这样的 这个电动拔放在这儿了 然后呢 现在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 在这个农水管上 这地方还是要抓 还是应该有差 这地方还是应该有差 如果没有差的时候呢 你还是有问题 比如这个路 转过来了 你这两个路的时候呢 很容易造成一个水滴失调 还是很容易造成一个水滴失调的 然后你 比如这个地方转过来以后 那么这儿关注了以后呢 它就会通了 这个通门以后呢 就会这样走 就是两个灯能够 把这两个灯 它这里面其实是什么 里面是两组盘管 下进上出一组 下进上出 这是两组盘管 这两组盘管 现在应该有一个调解的功能 就是能把这两组盘管都处于一个 水量均衡的这种情况下 你要光在这儿说一个话 就是这两组盘管 而水量会不均衡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会造成的进口压差不一样 那么两组水滴能散的 化妆效果 会有的化妆效果 所以这里面应该是有罚的 没有罚的 那应该是这样 那么两组盘管 这个还是从这 出来了 然后呢 这样 这个是从这儿这样过来的 过来以后 这儿是第1个 这是从管 这是从管 这三个 出来了 有的 出来了 进来说 这个关 出来了 了 它怎么还找呢 因为我们在下体一样 是关注 这个关 进来 我送给你来的衣服 是这样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每一根立管,这样的,这一个总管,总的这只立管,然后这地方都会有一种是水层的干管,这个管上,在这回血管上,一般都在回血管上,我们都会加一个红红盘, 加一个平衡盘,然后这样的话,管上每一层的这个水层的这个平衡,然后呢,每一支的这个管道,这个水层上过来,水层过来以后,就每一支上,一般这个上面呢,我们加平衡盘的时候就有一个什么问题,这个平衡盘的成本很高的,所以这个管不能加平衡盘, 加了以后,成本压力太大,不能加,所以一般这个地方,我们都是用跌法来控制,这地方都是跌法,或者是截止法,过去都是用截止法,现在都是用跌法,都是用跌法来控制,一般这种工具上面都不要加工,工具上面都不要加工,工具上面主要你考虑要是尽量让它管道的地方, 从管道的管境来调节,一般不加平衡盘,或者是怎么样呢,加也可以是怎么样呢,比如说这里面一分,这是一个总的法一分,这边一分以后呢,带两个大区,这是带两个大区,那么在两个大区上加,这个也是没问题的,这个也是可以的,就是两个大区上,这边加一个,这边加一个,但是不能再可碎, 这个平衡盘会用的很碎,非常碎,就这样的话,就不自由,就这么一个过程,空调末端进水管上的过滤器,一般不要省掉,那过滤器没多少钱的事,然后空调里面主要就是防止什么呢,防止这个空调,这个空调相对比辅持吧,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时间长以后,运行以后呢, 如果,这个加药也好,是我们的